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留意和看法 首先我们看图表 这是市场上最容易做比较的 就是把当时1999年到2000年的打抗泡沫 拿来跟当前2024年会达的快速股价上行来进行对比 当年思科也是在短短几个月以内股价翻了三倍到四倍 而会达也是 而后呢 由于思科面临了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 长期进入股价的下行 那么到底会达会不会重演当时的泡沫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的留意 事实上我们必须了解 到目前为止 美国股市大部分的获利增幅 都是集中在灰达身上 所以它的上涨其实是有道理的 美股并非全面性的获利大好 而纯粹是这几支AI科技巨头 有显著的带动方向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以Magnificent Seven 七大科技巨头 在今年一季度的EPS增幅 整体是高达五成 可是呢把标普500指数扣掉这七支股票以后 剩下的493家股票 反而EPS获利是衰退1% 那即便到今年二季度三季度 七大科技巨头的EPS 仍然保持在三成二和两成一 而剩下的493支股票 仅仅只有6%和7% 一直到2024年年底 才有可能EPS增幅均达到两成的条件 所以它也就意味着 美国股市虽然看起来 这几支科技巨头 有非常惊人的涨幅 但它的获利是真实在跟上的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把标普500指数 12个月的前瞻EPS 来做留意和观察 会发现 已经连续半年都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 但是如果观察灰色线的罗素2000 中小型股 未来12个月EPS表现 反而持续在下方低位盘旋 这说明中小型股 之所以没有受到明显的资金涌入 跟它的基本面息息相关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把标普百指数 等全指数 拿来跟罗素2000等全指数 来进行对比 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 是大型股优于小型股 而在大型股当中 7大科技巨头 又大于其他493家大型股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 就是美国股市的涨幅 似乎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全面乐观 全面的炒作 而更像是 某种市场心理情绪传导 所导致的市场避险情绪的发酵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理解 如果市场上真的是全面泡沫化 那应该任何跟AI 能够挂上钩的中小型企业 股价的翻倍速度 应该会远远大于 挥达Google Amazon 等等大型科技全指股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真实迹象是 资金几乎全数都往大型股来做涌进 那只有一个可能来做解释了 那就是市场上还在怕 正由于中小型股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获利提升 市场只敢把钱投到那些 已经具有显著获利翻倍增长的科技大型巨头 也就是说市场上这一波股市的创高 很有可能是怕上来的 正由于我不想错过股票市场的涨幅 但是我又不愿意去投资那些 没有获利前瞻前景的中小型企业 所以呢 钱就一直贯到苹果 挥达Google Amazon 脸书 最终形成股票市场 由于这几支全指股垄断的指数创高 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可以从几支情绪指标来判定 即便到现在为止 市场都并非全面乐观 举例来说 我们来具体观察 小摩最新所统计的市场基金经理人 愿意针对股票权益持仓规模的增持幅度 到目前为止在6月中旬仅仅只有17% 那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当时在整个2021年年底 也就是多头市场来到尾声的时候 市场愿意增持股票部位的比例 是高达接近8成 现在仅仅只有一成七 几乎跟2023年年初 应该跟2023年中旬左右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换句话说 如果市场在过去一段时间线 这么悲观 而且股市一直创新高 那基金部又可以肯定 市场在指数推高的同时 它是怕上来的 而并不是全面追高上来的 只有我们看到 这些基金经理人的 对于股票权益持仓的部位 来到像是2021年年底那种明显的高位 基金经理人都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说 市场的全面泡沫已经正式来临 现在看起来 大家还非常害怕 我们再从CNN恐惧探论指数来做追踪 这张指数呢 通常在50 40以下 都是市场相对恐惧的时刻 在80以上就是极度贪婪时刻 那可以看得出来 几乎每一次来到40以下 都是美国股市乖离修正的低点 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 贪婪指数就曾经来到30左右的位阶 在去年10月份 2023年的中期回荡 也曾经来到30 20左右的位阶 在上一次2023年的5月份 以及2022年 接近有三次的机会 都有非常明显的情绪的修正 那个CNN恐惧探论指数 虽然没办法确保 每一次你买的低点 就是长期的底部 但是至少每年的两次到三次的底部 都会可以根据这项情绪指标来做发酵 那事实上 我们虽然看到美国股市 现在还在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呢 恐惧探论指数并没有因此而冲高 还在40左右来做徘徊 什么意思呢 市场即便看到美股已经创新高 大多数人仍然并不是显著去追多 而是等待下一波的回调 再等等 再等等 大家还是非常的害怕 所以呢 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失职迹象 市场就是没有这么贪婪 市场就是没有这么乐观 市场就算有钱 还是不愿意把它投入到 更有前瞻前紧 或者说筹码更少 涨幅可能更为惊人的中小辛苦 完全不愿意投到这些股票当中 那事实上有些人说不对啊 可是市场上吹捧AI的行情 实在是越演越烈 难道它没有代表着 市场行情已经到末生段了吗 我始终认为 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各种指标来判定 市场是不是已经到过热阶段 但是唯一不能做的 就是只看新闻来决定 现在是不是到处都是插协同理论 不能因为早餐店阿姨跟你聊了一下ETF 你就判定现在就是插协同 而是要具体看到 所有情绪指标明显过热 再来做最终的判定 要不然提前离开市场所造成的痛苦 甚至比回调的痛苦还要来得更大 我们举例来说 最近有很多人看到相关AI新闻 像是中纲代理的董作 王熙青先生就特别表示 即将要深化AI技术 对于各生产制程环节的应用 其他像是我们的雪红阿姨 在宏达店股东会上 也认为要抓住AI和元宇宙的机会 说我跟辉达其实也长期有互动 这就像是我跟巴拿马总统 也是有点交情一模一样 市场都跟AI行情有所联系 台硕在最近的获利创下历史新低 董事长林建南先生向股东致歉的同时 也预告即将和辉达合作深层式AI 不只如此 我们看到旅游业的雄师也导入AI来救缺工 雄师的董作王文杰先生会亲自推动数位化的变革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在新任的内阁团队周中泰先生 也宣布启动创新AI内阁 好像人人都跟AI有关 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这些中小型股说自己跟AI有关以后 股价真的有因此而喷飞吗 市场看起来不买单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在这个资讯流通的时代 投资人即便是现在的散户 都比10年前 20年前的散户 更具有对于投资的研究 所以换句话说 有没有那么容易被骗 我认为是并没有的 怎么说呢 我们举例来说 台积电股价 从当时的600到700 800 900 现在是即将挑战千元大关 但是股东人数是否有因此而增加呢 是否大家都在车上了呢 并没有 市场还是很担心风险 有钱宁愿买买ETF就好 也不但愿意死抱着台积电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2024年6月中旬左右 台积电的总股东人数 是116万人 我们再回顾 在今年年初是119万人 在去年6月是122万人 再回到2022年当时年末 是高达149万人 现在的股东人数仅仅只有116万 但是两年前却高达149万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在台积电股价持续创高的同时 多数人想到的绝对不是加码 而是赶快离涨 赶快获贷为安 赶快获利为安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现象 多数人仍然怕得要命 好 那我们要怎么肯定 目前美国股市台北股市 如果由于短期内股市冲高 开始进行回档 我们要确认 并不是泡沫破灭的开始 而仅仅是一个中期回调 那最终我们非据 本轮景气循环的周期 那就是除非景气指标 暗示你的获利动能来到尽头 或者景气即将下行 否则任何在景气上行区间的 股价回调 基本都算是中期回档 或者简单的回调而已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2024年5月份 最新的外销订单 年增率是高达7% 外销订单是出口订单的 领先指标 目前正在高速的上行阶段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关键零组件 和半导体的出口年增率 到目前为止 还在从2022年到2023年的 上行复苏周期过程当中 每三年到四年 都会有这样的库存循环 开始有所发酵 更何况 很多人会说 现在的股市房市 纯粹就是一种泡沫 纯粹是资本市场的贪婪 所造成的迹象 所以如果后续的消费 没有跟上 实体经济不够好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 迎来泡沫破灭的一天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一件事情是 台湾目前的油脂 它并不是单纯 流到股市房市 每个人不只是买股买房 甚至还买了包包 所以实体的消费 是有显著支撑的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百货业 最新所公布的营收 以及明年的目标 都看得出来 都在快速提升当中 新光三月在过去14年到20年 每年的平均业绩 大概是800亿左右的年营业额 到了2022年来到887亿 2023年945亿 今年预估可以达到989亿 远东搜狗也是一样 在当时14年到20年 每年大概就是420亿 去年已经来到496亿 今年就会突破500亿 更何况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看到各大百货商场 都即将要正式开幕 其他在25年26年的建制 也完全没有停止 像是今年我们看到 在中立的大江购物中心 南港的Lalaport 林口的三井Outlet 二企都即将正式开幕 其他我们看到像是台北的 远东Sogo大巨蛋 其他像是微风东岸 南商的台能广场 或者统一时代的恶管 基本上都在如火如荼的召开当中 换句话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 现在整个台湾的经济底气 它是有所实质 刚性支撑所作为的消费 而现在如果竟然还不是 景气有拐头下弯的味道存在 那最好的方式 其实还是待在车上会最为适合 所以最后一件事情 来跟大家探讨 全民AI化 是不是代表着股市过热 我们可不可以因为 早餐店阿姨来跟你聊ETF 就判断目前 人人都是插鞋铜呢 我认为是不能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如果现在提前离开市场 对于自己资产所造成的损失 会有多大 所以最好我们要等到 所有的情绪指标 明显告诉你过热 再选择离场会比较适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简单 市场的投资人 已经跟20年前 30年前的投资人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反而要持续地观济数据 而不是 光凭自己的心理感受程度 来判断 是不是市场过热 只有情绪指标过热 只有景气明显过热 全面大型股 中型股 小型股 大好 才是真正的泡沫破灭的开市 提供投资朋友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如果像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浩角 再相见 拜拜 本节目所推荐商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很熟 招 ko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